杭州渔航未来科技城有个万创国际 朱老板租的这套房是富士结构 天花板脱落的区域不太规则 近似一个四边形 他测量了一下 长在1.8米左右 宽大概1.7米 算下来大致三平方米 他提供了一段当时的视频 地面上有不少天花板的碎片 当时我们两个就坐在这下面 如果是早一分钟 迟一分钟我们去洗头 就被砸到 顾客有没有糖素 顾客还好 老客了 他说这个你抓紧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东西究竟是谁谁的责任 业主唐女士赶了过来 他说2017年11月 房子精装修交付 自己一直都是出租的 天花板的位置没有改动过 接到朱老板反应的问题后 他找到了物业 因为粉刷层它属于是一个装饰部分 装饰装修部分 它的自保期确实是两间 确实是 然后这个时间确实是到期了 任何产品是有自保期的 那无论我买个手机也好 还是买个表 是有自保期的 在自保期之内 那么是确实是谁的 到底谁承担 那么过了自保期 就个例子 我的房屋的产权是谁 那就是当事人了 我想纠正一个问题 手机过质保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手机爆炸了 那是两回事 那是品牌方要去承担的东西 如果这个房子是因为你的质量问题 而不是我们人为的一个 你说如果一个马桶漏了或什么 这些都不损害到人身的安全 OK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协商 但这个东西是今天刚好 人没有坐在那里 没有出现生命安全 但如果出现生命安全 如果这个房子塌了 那算谁的 也算是这个房东自认倒霉吗 韩经理说 物业主要负责小区公共部位设备的维护 这次是业主房子室内装修出现问题 而且已经过保 但在接到反馈后 他们也对接了开发商 相关工作人员都来看过 那有没有分析过原因呢 我不是我们工程专业指示人 这个很抱歉 我们也跟客户 包括业主 我们也答应 我物业我们自己出费用 把它维修 朱老板说 天花板突然砸下来 自己放在架子上的产品套盒 还有预制百件都被砸坏了 损失有四五千块钱 我今天找你们来 我不是索要 我要找到这个根本金源 我现在住在里面 我每天在营业当中 我敌心吊打 万一再吊下来 人砸死了怎么办 你明白吗 当当天晚上出现这种问题 你们清理了 我上面现在还也存在着隐患 我给你们部门说 我说把这个产了 免得再掉下来 如果再砸到人呢 告诉我第二天会有人来 第二天人来了吗 韩经理说 对于朱老板的担心 他会反馈公司 让工程部的同事 上门再排查一遍 之前他们也想尽快维修 但朱老板这边说 要先理赔 所以双方存在分歧 记者提出 让韩经理帮忙 对接一下开发商 发稿前 记者没有收到开发商的回复 物业发来了短信 表示事发后 他们接到反馈 说是客厅粉刷层脱落 面积约为一平方米 工作人员马上上门进行查看 也做了室内卫生和安全预防措施 后续客户提出 要物业维修天花板 并且赔偿损失4000块钱 房子的装修装饰已经过保 但公司从解决客户 实际困难的角度 还是愿意免费维修 不承担维修期间的其他赔偿 目前没有跟客户达成一致 所以维修无法进行 接下来会继续联系业主和租客 解决合理诉求 在客户配合下 尽快完成维修 目前蜀地渔航区住建局 正在对此事进行了解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